刚刚过去不久的8月6号 对于吉林四平的很多老百姓来说 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 因为在这一天 在逃亡25年之后 被吉林四平人称作恐怖和残忍代名词的 二旗兄弟齐志华齐志峰 在内蒙古厄伦春旗古里乡 被千里奔袭而来的吉林四平警方一举抓获 二旗兄弟制造了三起命案 背负七条人命 第三次作案之后 因为刑迹败露 二旗兄弟从四平蒸发消失了25年 但四平警方从来没有放弃对他们的击步 我们从第一起命案说起 第一起命案发生在1989年8月14号深夜12点左右 这一天夜里 23岁的齐志华和21岁的弟弟齐志峰 骑着自行车去往母校四平市第一中学的路上 他们的兜里啊 装了两把由齐志华用发令枪改装而成的自制口径手枪 一把刀和一个电钻 他们这一次的目的很简单 杀人抢劫 齐志华毕业于锦州铁道学院 当时在四平车站工作 齐志峰呢 就读于长春财税专科学校 当时刚上学一年 正放暑假 四平一中在当地声名卓著 每年暑假都有学生选择在这复读 学生们的学费啊 都存放在财快式的保险柜里 曾经在这上学的齐志华 对学校的情况了如指掌 齐志华和弟弟走进学校大门 注意到门卫室的耕夫 马某 齐志华让弟弟在门口守着 自己进到门卫室 二话没说 抬手一枪就射向了马某 马某十年六十三岁 被枪击中之后倒在地上 但是没有死亡 一见这情形 齐志华当即拿出刀 又连扎了十刀 把马某扎死 紧接着 二齐兄弟来到财快室 财快室旁边的值班室里 有一位值班老师韩某 正在睡觉 齐志华举起枪 将睡梦中的韩某一枪杀死 韩某当年才四十九岁 两个人随后进入财快室 用电钻把保险柜的锁撬开 抢走学校三千元公款 一些国库券 粮票 笔 磁带 和计算器 齐志华 后来被捕之后 回忆第一次作案说 当时拿走笔和计算器 是因为弟弟学的专业是金融 平时要用到这些 在案发前一天 就准备杀人抢劫了 只是在去学校的路上 忘了带电钻插头 就没去 问及杀人抢劫的动机是什么 齐志华的回答 简单干脆 就是屠材 那个时候的社会 没钱没人 你是办不了任何事情的 二齐兄弟中的弟弟齐志峰 从小就听哥哥的话 当哥哥 在1989年8月13号 找他商量去四平一中作案的时候 他反问哥哥 不行 那不是犯罪吗 齐志华说 肯定没事 听到哥哥的笃定回答 齐志峰选择服从 齐志峰后来交代 我觉得当时我不去 我哥能把我打死 负责审问二齐的办案人员 肃涛说 齐志华给我的感觉啊 是一个心机很重 非常谨慎的一个人 并且心理素质很好 全程审问 面带微笑 弟弟齐志峰呢 像一个没有主见的人 他非常容易相信别人 尤其是他的哥哥 他既怕他的哥哥 也爱他的哥哥 四平一中发生命案之后 限于当时的刑侦技术 并且现场几乎没有发现有效线索 警方呢 一直没有找到突破口 而二齐兄弟 像没事人一样 继续着原来的生活 老大齐志华结了婚 老二齐志峰 大专毕业之后 分配到四平市工商局工作 距离第一次作案三年之后 二齐兄弟又盯上了 四平市铁锡区 人星街的一家照相馆 这家照相馆生意不错 每天来照相的人呢 络绎不绝 店主姓黄 两个女儿随着他居住在这 齐志华呀 从小就爱摄影 这是盯上照相馆的原因 齐志华说 那个时候 他们家的照相馆生意火爆 每天去那照相的人很多 我觉得他们家一定很有钱 于是齐志华决定再次杀人抢劫 并且呢 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弟弟齐志峰 齐志峰说 这次呀 他想过拒绝 但出于对哥哥的惧怕 他再次选择了妥协 1992年4月3号 晚上10点半 携带三把自制口径手枪的兄弟 敲响了照相馆的门 听到敲门声 45岁的黄某 打开了门锁 和前次作案一样 弟弟在门外把风 哥哥进屋杀人 就在黄某转身进屋 拿胶卷的时候 齐志华从口袋中掏出枪 对着黄某的后脑 扣动了扳机 黄某当即倒地身亡 随后 二齐兄弟都进了屋 一边搜查屋里是否有其他活口 一边对屋里的财物进行搜刮 两人进入一间卧室 发现了黄某的两个女儿 一个当时二十岁 一个当时十八岁 二齐兄弟俩人各持一枪 开枪各杀一人 齐志华交代 搜刮一通之后 俩人只找到十几块钱 六七台照相机和一些器材 由于没有抢到巨款 两个人还挺失落 觉得无功而返 这起枪击灭门惨案发生之后 四平警方高度重视 全力展开调查 然而同样受限于刑侦技术 案件侦查没有获得大的突破 第二次作案以后 二齐兄弟继续过着各自的生活 而此次作案时 齐志华的妻子已经怀有身孕 他对丈夫持枪杀人这事 一无所知 1993年8月3号 二齐兄弟做了第三件案子 也是这个案子暴露了他们兄弟俩 从此 在警方的围追堵截中 兄弟俩消失无踪 逃亡了25年 第三件案子是什么呢 二齐兄弟第三次作案呢 遇害的是四平市税务局局长张某杰 当时齐志华呢 已经担任四平市车站团委书记 齐志峰仍在四平市工商局上班 此前 二齐与张某杰并无交集 1993年8月3号 晚上七点的四平 乌云密布 天空中 熙熙熙熙熙的下着小雨 二齐兄弟打着伞 来到四平市国税局家属楼 通过询问门卫 他们找到了张某杰家 除了带着两把伞 他们兜里呢 还装着三把自制口径枪 张某杰给二齐兄弟开了门 俩人一进屋 发现张家人哪 有点多 张某杰 他的妻子 大儿媳妇 小儿子 和当时一岁多的孙子 都在家 齐志华坐在沙发上 对张某杰说 张局长 我弟弟财经专科毕业 学习成绩非常的优秀 为人非常实在 想去国税局上班 您看行不行 张某杰说 那不行啊 今年国税局招人的名额满了 你看明年行不行 张某杰刚把话说完 齐志华已经把兜里的枪掏了出来 指着他说 这样吧 你给我们拿一万个钱 拿钱可以 不要伤害我们就行 张某杰的妻子 随后带着齐志华 去里屋拿钱 齐志华按照哥哥的指挥 用枪控制着张某杰和小儿子他们 齐志华进屋之后 客厅的齐志华 被张某杰和他的小儿子按倒在地 齐志华听到动静 转身回到了客厅 举枪把张某杰父子杀死 利用这个间随 张某杰的妻子 大儿媳妇和孙子三个人分别逃到了屋外和卫生间 侥幸躲过一劫 二齐兄弟的行计就此败露 两个人立即决定回家收拾行李 离开四平 回到家后 二齐兄弟先将沾染血迹的衣服和枪支 藏匿到角落 在换衣服的过程中 被俩人的父亲看到了 他们的父亲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 俩人没回答 而是对父亲说 如果有人来找我们 就说我们去买摩托车了 说完 两个人带着一万三千块钱 匆忙离去 这一走 二十五年 没有回过家 二齐兄弟的家里 一共住了六口人 除了二齐兄弟 还有他们的父亲 他们的母亲 齐志华的妻子 和未满一岁的孩子 二齐的父母都是农民出身 家里比较贫穷 二齐上学的时候呢 学习都不错 各自考上了当时的专科学校 兄弟俩虽然分别在车站 和工商局工作 可当时家里的条件呢 仍然算是普通的 除此之外 二齐还有一个亲姐姐 很早就出嫁了 很少和娘家联系 直到二齐兄弟开始逃亡生涯 一家人才知道 二齐兄弟手上背负着 数条人命 二齐逃跑之后 他们的父母大病一场 由于齐志华父亲 看见戴血的衣服和枪支之后 并没有选择报案 事后被以包庇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二十五年之后 当二齐戴着手铐 在警方的压截下 再次回到四平时 他们的父亲 已经去世多年 他们的母亲 一直和他们的姐姐生活在一起 齐志华的第一任妻子 带着孩子已经改嫁 下落不明 面对讯问 齐志华回忆 在第三次作案 选择找谁下手的时候 兄弟二人在家里边 特地列了一个名单 将四平市 有钱人的姓名 罗列出来 因为张某杰 当时不仅是四平市的 税务局局长 还是四平市副市长的候选人 于是把他列为目标 杀害张某杰之后 二齐兄弟连夜逃离四平 四平市警方 在接到了国税局家属楼保安的报警电话之后 当晚不到八点 迅速赶到案发现场 时任四平市公安局副局长 居红军介绍说 在案发现场 除了尸体和弹孔之外 现场痕迹极少 而张某杰的妻子和儿媳妇 只记的是两个身高差不多的男子作案 仅仅能描述出来大概的样貌 四平警方 随后在权势范围内进行走访排查 一周之后 锁定犯罪嫌疑人是二齐兄弟 并进入到二齐家中进行搜查 在齐家发现血衣枪和子弹等 办案人员在齐家的墙壁上 还发现链枪留下的弹孔 除此之外 警方在齐家还搜出一台照相机 和四平衣中的粮票 最后 经过警方刑侦人员的综合分析 锁定二齐兄弟是四平衣中 照相管枪杀税务局长三起命案的犯罪嫌疑人 当四平警方宣布三案七死的连环杀人案 是兄弟齐志华齐志峰所为时 所有四平人都记住了这两个名字 从此当地人都以二齐来称呼他们 二齐成了恐怖残忍的代名词 时至今日 仍有很多的四平市民记得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如果小孩不听话 大人们就会说 小心二齐过来 把你抓走 听到这话的孩子 会立马变乖 但对于四平公安战线的老警察来说 没能抓住二齐 是他们的心中之痛 此后在刑侦一线工作的干警 都把抓住二齐 视为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目标 然而二十多年过去 二齐兄弟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一样 二齐兄弟逃亡的第一站呢 就是离四平不远的沈阳 由于在铁路系统工作 齐志华逃亡的时候 选择的第一种交通工具是火车 枪杀张某杰当晚 他带着弟弟爬上了 开往沈阳的货运列车 列车到达沈阳之后 两人跳车进入市区 转乘客运汽车到达锦州 在锦州待了半天之后 又乘火车到达山东泰安 在泰安待了将近一个月之后 二齐考虑自身的四平口音 与当地口音不符 并且环境又杂 不适合长期居住 准备换一个地方躲藏 由于兄弟俩 从小就都惦记黄山的美景 于是商量 咱俩别哪天被抓了 连黄山都没去过 咱这一辈子就白活了 于是兄弟俩又去黄山玩了两天 在黄山玩的时候啊 二齐兄弟发现自己 不服南方的水土 不宜久居 考虑到应该往人烟稀少的地方逃 不容易被发现 两个人在1993年秋末冬初 逃窜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市 鄂伦春旗 逃命的时候 二齐兄弟带着一万三千块钱 刚到内蒙古 他们就花了一千多块钱 买了一套房子 之后以种蒜苗 卖豆腐等手段 维持生计 安稳度过三年之后 兄弟二人于1996年在当地落户 改姓更名为秦中华秦中风 这之后 两人长期生活在鄂伦春旗的古里乡 定居古里乡生活几年之后啊 地方政府鼓励农民种地 俩人就买了数十墓地 从此他们就以种地为生 生活上也算富裕 齐志峰改名之后 叫秦中华 经人介绍 先后又结了四次婚 前三回 齐志华都以性格不和 对自身干预过多 不适合过日子为理由离婚了 第四身妻子魏某华 对齐志华的过去从不过问 俩人觉得彼此挺合适 共同生活了十多年 直到齐志华被抓 魏某华只知道 秦中华和秦中风这哥俩呀 是从河南来的 魏某华的身体呢 一直也不太好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而这个秦中华 对他非常照顾 因为身体原因 俩人也从来没有要过孩子 二十五年之后 当得知自己的丈夫 是连环杀人犯之后 魏某华发病住进了医院 并将于近期接受心脏指甲手术 齐志峰改名之后 叫秦中峰 也在2016年 与古里乡当地的一个女人结婚 2017年生子 直到被抓的时候 兄弟二人名下 还有300多亩地 齐志华已经52岁了 齐志峰也50岁了 二齐兄弟在内蒙古古里乡 生活的20年里 当地人都觉得 这两个异乡人呢 是热心肠的汉子 种地的时候 谁家要是有事 喊人过来搭把手 兄弟俩都会热情帮忙 但是俩人嘴上严实 话特别少 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给二齐兄弟呢 也带来了平静的生活 平静到这哥俩呀 快要忘记自己背负的七条人命了 在被捕后的审讯中 二齐兄弟回忆说 刚到内蒙古的头些年 他们经常会做噩梦 梦到自己被抓 再过了几年 不再有噩梦了 之前的事就像没发生过一样 但是二齐也非常谨慎 在这25年里 俩人几乎是滴酒不沾 在二齐兄弟消失的25年里 四平警方并没有因为抓不到他们而懈怠 每年吉林省全省统计整理命案机案时 二齐兄弟连环杀人案都是四平警方排在第一位的案件 在1993年 追捕二齐兄弟没有结果之后 四平市警力加大搜查范围和力度 国内其他城市 一旦有关于二齐的线索 办案人员都会在第一时间出动 这起案件被上报到公安部 2001年 二齐兄弟被列为首批公安部督办网上逃犯 和众多要案的侦破路径相似 二齐兄弟连环杀人案的突破口 也是户籍照片比对 2018年7月20号 吉林省命案机案百日攻坚行动开始之后 二齐兄弟连环杀人案再次被四平市警方纳入工作重点 警方将在逃人员户籍信息和照片 输入公安系统中进行比对 最后发现内蒙古籍人员秦中华 存在很多的疑点 刑侦专家通过多次的深度研判分析 最终判断 秦中华 秦中风应该是逃犯 齐志华 齐志风 8月5号 四平市副市长 公安局局长杨维林下达命令 由四平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朱军带领四平市公安局核心警地 驱车1000多公里前往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厄伦春旗准备实施抓捕 8月5号当天天气预报上显示厄伦春旗的正午气温达到了罕见的37度 太阳暴晒之下路上行人匆匆 田间也鲜有农民耕作 此时的二齐兄弟啊 依旧过着每天劳累但充实平静的耕地生活 8月6号气温突然下降 四平警方办案人员在到达古里乡之前已经提前与当地警方取得联系 双方见面沟通完毕之后 古里乡派出所所长命令当地的治安员先到二齐家附近侦查 侦查发现兄弟俩正在家门口修理收割机 四平警方收到消息之后决定马上实施抓捕 下午5点半左右 办案人员驾车来到二齐家门口稍远的地方 下车之后朝着正在修收割机的兄弟俩直接走了过去 叫什么 秦中华 爸妈分别叫什么 不知道 父母现在住在哪 都死了 听到这些对话的时候 带队抓捕的铁锡区副局长 铁锡区公安局长王一民的心理的石头终于落了下来 错不了 秦中华 秦中锋 就是制造三起命案背负七条人命的连环杀人犯 齐志华 齐志锋 二齐兄弟被戴上手铐压进车里 王一民回忆说 我永远忘不了当时抓捕二齐的时候兄弟俩的表情 就像是木了一样没有任何反抗 实施抓捕前 王一民经常难以入睡 他不自觉的会想到抓捕二齐可能面临的最坏场面 可没有想过二齐没有一丝的反抗 逮捕后的二齐兄弟被积压在四平市铁锡公安局的看守所内 铁锡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教导员速涛介绍 被抓之后 二齐兄弟起初不肯承认犯罪事实 无论审讯员如何问二齐都不开口 办案人员取出二十多年前三起命案的物证 当着二齐兄弟的面一一核对 在得知父亲已经去世之后 齐志峰先开口承认犯案 齐志华随后才认 被审问的时候 齐志华曾经主动问苏涛 你知道我为什么每次作案都这么狠吗 因为从我上小学 我就一直被别人打 被别人欺负 要想不被欺负 就只有自己变狠 齐志华还交代 在二零一七年的十月 古里乡派出所组织村民集体采集血样样本 我的血液样本被采之后啊 我就预感到今年会被抓 当时想过再次逃跑 那你为什么没有逃跑 一是想着被抓就被抓吧 二是我们哥俩都有了家事 弟弟也有了孩子 不想再跑了 二齐兄弟的案子就讲到这里 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正义的到来可能有早有晚 但从不会缺席 接下来 二齐兄弟面对的将是法律 对他们的严惩 刚录完两集鬼故事 掉门起不来了 各位好 我是惊喜小旋风 今天要说的这个案子 叫人魔之间 2004年3月的兰州啊 依然是天寒地冻的时节 这个时候呢 有个规律 冬天呢 天干物燥 人呢 甘虚火旺 经常会发生 像什么偷盗啊 抢劫啊 打人杀人这类案件 这时候的警方呢 往往也是如临大敌 步兵接灭 清扫不断 掀起一个又一个的冬季攻势 在3月24号那天 有两条老狼出动了 老狼老狼几点了 老狼两条出动了 他们盯上了自己的猎物 一辆客户两用车的车主 正好啊 这辆车的主人身材比较单薄 40多岁 看起来呢 好对付 没啥战斗力 兽狼上前边跟车主交谈 说呢 他要租车上卫岭山拉百合 在这个季节 这个路段租车上兰州附近的 卫岭山拉百合 这是合情合理的事 在当地 更何况 两个租车的人呢 又是上了岁数的老汉 穿着得体 言谈斯文 火车司机呢 也没有什么怀疑 一踩油门就上了路 他万万没想到 此行啊 就是他的黄泉路 车开到307国道七道梁 一个大回弯上边的时候 那匹兽狼就喊 哎你停一下 停一下 我就看看这儿的百合 长得怎么样 车一停 就跳下去的兽狼 观察了一下地形 眯着眼 看看远处白雪覆盖的山头 就像一条老狼 闻到了血腥味一样 他决定 就在这儿下手 迎着鼓荡而来 冰冷的山峰 他上去敲了敲车门 他说 师傅 麻烦你下来一下 司机师傅拉开车门 脚刚迈出去 头上就狠狠地挨了一下 又一下 立刻被打得趴在了车门上 紧跟着 又是一阵猛烈的打击 那头啊 脸啊 在凶狠的打击之下 已经是血肉模糊了 看猎物不再动弹了 那头胖狼啊 搜紧了年轻司机身上的钱包 手机等一些值钱的东西 然后脚一踢 把这个司机踢进了都听不见回声的声垢里 擦干净车门车里边喷溅上的血 调车车车 一溜烟地下山去了 前后十多分钟的时间 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被剥夺了 尸体被丢弃在荒季寒冷的山沟里 一个完整的家庭 一对年老的父母 一个嗷嗷逮捕的幼子 今刻见 他们的天空全都坍塌了 这辆车穿过兰州城 向天水的方向开 他在出兰州城的七道梁公安检查站的时候 遇到了站上公安人员的检查 寿郎用一张已经过了时的工商局工作证 蒙混了过去 出了兰州城 喘上一口粗气的两个老魔鬼 才敢在这辆喷溅了杀戮鲜泻的车上 轻点他们杀人所得 仅仅两千块钱 一部小灵通 还有手里的这辆客货两用车 这辆车如果不赶紧的出手 很快就会成为警方抓捕杀人劫车魔鬼的指示灯 导向牌 在发财梦的驱使之下 一路急奔的寿郎 在天色漆黑的凌晨 把车开进了一片死寂 寒雾缭绕的天水城 凌晨时分 整座古城沉浸在自己古远的睡梦之中 没有理会在这寂静的寒夜 这两个一身血腥满脸杀气的不速之客的到来 古城的静谧肃木 让这两个沾满了一身鲜血的老鬼 站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 顿时觉出一股寒气从头顶直灌脚底 两个老家伙毛发倒树后即被发凉 像被那不散的阴魂厉鬼追赶拍打着一样 您瞧 这每个作者呀 风格就是不一样 都是写着案件的即时报道 有的作者写出来的呢 整篇文章透着庄严的气质 像这位作者呢 就非常的感性 一个人一个味道 心里边直犯慌的这寿郎 他说 这车呀 怕是卖不成了 搞不好咱哥俩也得给搭进去 得了 赶紧走 咱们回兰州 兽郎说啥就信啥的胖郎 听说这车不要了 心里边舍不得 费了这么大劲弄来的车 白白的就扔了 可一听说卖车会把自己的身家姓名搭进去 那还是姓名要紧 赶紧从车上跳下来 追上已经走出去的兽郎 汽车而逃的两个老贼 不敢在汽车的地方直接打车 步行了两里路 才打到一辆出租 出了天水城 在附近 找到一个小车站 搭了一辆过路的夜行车 狼狈的逃回了兰州 那辆仪器在天水城 挂有兰州牌照的客户 两用小卡车 很快就被天水警方查扣 通过仪器在车上的驾驶证 行驶证 马上跟兰州市局取得了联系 这时候 兰州市公安局七里和公安分局 接到了群众举报 已经在七道梁的山沟里 发现了那位遇害的司机的尸体 把这个案件立为特大 抢劫杀人案侦查 得到天水等方面 报来的情况线索之后 立即前往天水展开工作 在天水警方的配合之下 各条能想到 能查到的线索 都查断了之后 拖着那辆被遗弃的客户 两用车 回到了兰州 办理这个案件的七里和公安分局 虽然下了很大的力气 但是条件有限 侦查员们左冲右突 也没能破解僵局 沈家岭上的血腥杀戮之后 两只老狼蛰伏在黑暗之中 竖起耳头便听风向 看看有没有危险的声音逼近 等待的结果 正如他们心中所判 天下太平 那好多天才平稳下来的 惊慌颤抖的心 又盘算着下一次的杀戮了 黑夜当中 他们绞尽脑汁苦苦思索 反复刻画要撕咬的猎物 渐渐的明确了 清晰的浮现出来 女性最好是中老年 有钱做生意 或者跟做生意有关的人 最好呢 还是熟人 但不是眼下的熟人 而是十来年前熟悉 但是最近几年 又没有来往过的熟人 也就是在他们的通信录当中 现在交往的熟人圈子里 没有谁能想起来 没有谁能提起来的人 到时候啊 给调查的警方 留不下任何蛛丝马迹的人 捕食猎物的范围确定之后 他们就想着 如此这般的 打造一个捕捉屠杀猎物的笼子 找一个僻静 但不偏僻的地方 租一间楼层比较高的房子 以谭生意投资为名 把他骗进来 制服之后 把他的银行卡存折拿过来 逼他说出密码 然后杀死这个人 在放进冰柜之中 动硬了之后 在碎尸 这样就不至于 有血流出来留下痕迹 然后呢 再借一辆车 把这碎尸 拉到卫岭山上抛弃 想一想啊 这真是一个 完美无缺的计划 一天到晚 这两个衣冠楚楚 举止闻名 一口普通话 模样还挺受人尊敬的老者 闲散地漫步在这座城市的街头 他们用缓慢的老腿 划了过街面 他们是在寻找目标 一个可以为他们的口付提供享乐的钱袋子 为了获得这个钱呢 他们不惜毁灭钱袋子的主人 一个叫刘弘历的美容店的女老板 被他们的目光紧紧地套住了 刘弘历 四十多岁 开着一家颇具规模的美容店 八九年前 寿郎在工商局工作的时候啊 刘弘历求他办过事 后来呢 又打了几回交道 算是熟人 之后 就没有再见过面了 在这个女人的电话本上 不可能有他寿郎的电话和性命 很可能这个已经发了财发了福的女人 面对面都认不出他是谁了 寿郎啊 专门设计了一个街头偶然相遇的场面 他先跟踪刘弘历回家的路线 然后呢 又在他家附近的巷子里边等着 卡好他回家的时间 再迎面朝他走过去 故意地在人流当中碰见他 然后装出一副故作吃惊的模样 你呀 小刘吧 我是老马呀 想起来了吗 当年你找我的时候 还是小姑娘了 可水亮了 你现在当然 你现在还跟过去那么水亮 第一眼的时候 刘弘历果然没认出他了 站在那愣了半天在想 经过寿郎这一连串的提醒 刘弘历疑惑的眼神啊 才放出惊喜的光来 哦 是老马 想起来了 怎么不认识啊 你那时候帮了我可大的忙了 他这么多年了 好着呢吧 哎呀 看你一脸喜气洋洋的 生意搞得不错吧 啊 做大了 我也投个资啊 挣几个小钱花花 钱放在银行也没啥用 两个人呢 越聊越近乎 寿郎邀请刘弘历找地方坐一会儿 刘弘历以孩子在家 没人照顾婉拒了 还说以后啊 有的是机会 这寿郎呢 摆出了一副善解人意的模样 说 不方便 那就下次 啊 不介意 你看能不能留你电话呀 我好找你咨询一点 投资方面的事 刘弘历从那个精致的手提袋里抽出了一张名片递给寿郎 还说以后多联系啊 再见 重新认识了老马 这个生意成功纠纷不断的女人呢 也没有把那回马路邂逅当做一回事 更何况呢 她那段时间偷税漏税正被人告着呢 已经被兰州公安局经济侦察支队立案侦查了 自己啊 是被调查的对象 紧催着还税款 为这事他烦恼不已 商人呢 最感兴趣的就是钱了 在寿郎一回又一回的谈到他那堆 不知道该往哪放的闲钱之后 果然还是勾起了刘弘历的兴趣 他想 你老马有钱 我刘弘历有经商的经验 他们合二为一准能挣大钱 就是在挣大钱这个心思的驱动之下 挺有钱的刘弘历啊 就像把自个儿吹得更有钱的老马 靠了过去 5月6号 一个炎热的日子 这天下午啊 一身良衣小褂的刘弘历 跟美容院的下属们打了一声招呼 说出去办事 就打车去了七里和吴家园的一栋家属楼 在楼下 他见到了笑眯眯等着他的老马 这是一栋显得很陈旧的家属楼 似乎不应该是老马这么有钱的人住的地儿啊 怕刘弘历起疑心呢 老马就说 这是他一个懂行的朋友住在这儿 一块来听听他的意见 以免以后啊 出什么差错 投资嘛 毕竟是大事 容不得差错 刘弘历一听 连连成事啊 是是是 应该慎重 两个人说着话 一层一层爬上了六楼 敲开门之后 老马的搭档 也就是那个胖狼 一脸堆笑 十二万分热情的赢了上去 来来来来 快请进 请进 让座倒茶 几句话 就谈到了投资项目 一个时针之后 兽狼看着口水也耗得差不多了 他再耗下去 已经进了笼的这只猎物要走 就话锋一转 他说 我们呢 钱是有 只是还没到账 还想请刘经理啊 你先借点给我们 度过一下眼下的难关 借多少 从两个人的眼神里 有你们这么借的吗 你们不如直接抢了 刘弘历愤怒了 就说你是个聪明人 一点就通 说借也行 说抢也行 老马也就是兽狼 使了个眼色 为了让你啊 不浪费时间 能快点说出存折和银行卡的密码 不得不想委屈你一下 这时候 胖狼拿着一根绳子 就开始捆人了 嘴里边还念叨着 你配合一点 我省心 你也省劲 咱们两个人 谁也用不着害谁 刘弘历啊 身材娇小 看见眼前两个大男人 知道反抗也没用 无奈 只能任其绑住自己的手脚 一搜呢 手机现金银行卡一大堆 那张工行的牡丹卡上啊 竟然有二十多万 两头老狼拿着银行卡 去桂园机上取钱 可他们没用过这个东西 还请旁边取钱的人 帮忙取出来两千块钱 问了一下余额 真有二十多万 刘弘历在整个过程当中啊 是百分之百的配合 兽狼说呀 他当时都不忍心杀他了 可是不杀不行啊 刘弘历被勒死的时候 这个女人的眼角上 还挂着泪水 按照事先的计划 两条老狼先把尸体 放进冰柜里边冻起来 第二天把冻硬的尸体 拿锯碎尸 分别装进几个黑色的塑料袋里 第三天的上午 两头老狼提着两兜碎尸 像两名聊天的老茶客一样 上了靠在七里和吴家园 黄河岸边的一艘茶艇 选了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来 要了两杯兰州特色 三泡台茶碗子 一边品着茶 抽着烟 说着闲话 一边呢 趁没人注意的时候 往这滚滚的黄河里边 抛下一小袋石块 在没经意之间 端着盖碗茶的胖狼 猛然瞅见一袋 扔进了黄河的石块 没有沉下去 而是在这船尾打着旋 不往下走 就像一股纠缠不散的阴魂呢 看着那袋 就是沉不下去的石块 两个人决定赶紧离开这 兽狼故作镇静地 喝完碗里的茶 去结了账 拎着没敢再扔的碎尸袋 悠闲自在地下了船 回到家之后啊 这两头老狼 看着剩下的这些石块啊 抓耳挠塞 他们还是想 趁天黑的时候借辆车 把这些石块扔到偏僻的山沟里边 这天午夜的时候 寿狼就开着一辆借来的客户 两用车 把这些石块都扔进了 人计稀少的魏陵山里边 处理完了罪证之后 经过一番伪装的这俩老家伙 心情胆战地来到一家公行的取款机前 把那张受害人的银行卡插了进去 大家都知道这卡一插进去 嗖一声 他就进机器了 从来没使过银行卡的这俩老贼啊 老责人 一看卡进去了 没了 他以为中了埋伏了呢 那要不然就是受害人的家属挂尸报案了 要不然怎么进去不出来了 给我吞了 吓得这俩老家伙呀 撒腿逃出了营业厅 这寿狼啊 跑完了还说呢 咱俩不能再回去了 回去呀 很可能落入圈套里边 警察就会顺着这个道抓人 咱俩赶紧走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那张靠杀人叠血 劫来的银行卡 就在他们俩的慌乱和猜疑之中 丢失在了那台卡机上 遭受这个打击的俩老家伙 不得不灰溜溜的夹着尾巴 在肠子都快毁出清水来的日子里 幻想着 哪一天再碰上这么一条大鱼 花分两头说 沈家岭林厂的工作人员 发现了被抛在华卫公路 沈家岭段 散落在山谷里的人体尸块 吓坏了 护林员马上把这个案情 向当地派出所做了报告 接到报案之后的卫领派出所 一边出警 一边向七里河公安分局报告 碎尸大案 当属恶性案件 归兰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管辖 接到七里河公安分局报告的 兰州市公安局 主管刑侦的副局长胡义 刑侦支队支队长胡敬翰 副支队长胡卫兴 立即率领刑侦支队重案大队 一大队二技术大队 火速赶往现场 现场勘察和调查走访同时进行 经过现场勘察 尸块散乱的分布在接近沟底的山坡上 天气炎热已经高度腐败 尸块跟前散落着大纸箱子 大塑料袋 纸箱上缠绕着透明的封装胶带 经过法医确认 现场发现的被肢解的尸块 有躯干骨盆大腿中段等部分 死者是成年女性 从现场提取到了女性穿戴的衣服 现场呢没有发现判断死者身份最重要的头颅 法医尸检认为啊 被害者的死亡时间是四五月之间 分尸用的是锯和宽刃之类的工具 现场调查认为 这是第二甚至是第三现场 查找第二第一现场 对这个案件的侦破十分重要 现场调查和法医鉴定综合认定 这是一起特大杀人碎尸案件无疑 并且是一起无头碎尸大案 犯罪分子的手段残忍老道 抛尸隐蔽 这是一个很有犯罪经验 犯罪心理素质很好的团伙 或者个人所为 兰州警方法医技术权威 魏芳明特别指出 受害人的尸体 很可能是在被杀害冷冻之后肢解的 这个犯罪团伙必定十分的危险和凶恶 一日不除 对社会的安宁 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就是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隐患 使用各种侦查手段 动用各种侦查力量 不惜代价 一定要拿下这桩大案 听取汇报之后的甘肃省公安厅副厅长 兰州市公安局局长姚远 做出指示成立627专案组 领导从人力财力技术力量上 全力支持这个案件的侦破 627专案以兰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大队 技术大队为主干力量 大队长李斌 副大队长张金刚 都是屡破大案要案的破案名将 查清死者身份 自是同期开展工作当中最重要的一环 抛尸现场被发现后的6月30号 专案组在七里河辖区工作的时候发现 5月9号 家住七里河区下西元派出所所辖区 居民刘弘历家属 向派出所报案 称刘弘历5月6号 从自己的美容院出去办事之后 再也没有了踪影 家人担心她遇到不测 就到公安局报了案 从派出所当时所登记的失踪人员 刘弘历的年龄 所着衣物等等特征来看 跟他们在现场提取的受害人的衣物 有相似之处 就马上通知刘弘历的家属来 刑侦支队辨认 经过家属和美容院员工 在刑侦支队辨认的结论 现场提取到的衣物 和刘弘历当天离开他们时 所穿的衣物一致 专案组初步确认 受害人是刘弘历 就围绕着这个人 开展细致的调查 刘弘历出生在1963年10月 开着一家美容院 生意不错 平日里边衣着光线里外都是名牌 收拾的是光彩照人 属于那种看上去很有钱 很富有的女人 生意人本来就是交友广泛 更何况刘弘历 又是有过几次婚变的女人 1986年的第一次婚姻 刘弘历生活得不错 但是很不幸 丈夫在1992年车祸去世了 失去丈夫之后的第四年 刘弘历有了第二任丈夫 但是这是一次失败的婚姻 五年之后破裂了 和遇害前刘弘历一起生活的 是现任的男友 常动 627专案组归纳出几大必须破解的疑点 那就是 这些尸块和失踪人员刘弘历相似 但是还没有科学论断 就是他 抛尸地点位于华卫公路6.5公里南边的绿化带 山沟里 这里地处偏僻荒山野岭 山地公路平时就是青天白日也很少有人在这过 抛尸在这一两个月之后才会被发现 而一大片的林带又恰好是受害人刘弘历 现在同居男友常动的绿化承包地带 这是偶然还是有隐情呢 调查发现 刘弘历在失踪的时期 正被兰州市公安局经济侦察支队立案调查 原因是他在1998年 承包经营兰州市一个单位招待所的时候 偷税漏税达到19万多元 属于被警方约束的人 5月8号 是警方规定的补交偷税漏税税款的最后时间 而在这个最后的时间前夕突然失踪遇害 这是不是巧合呢 还是有什么玄机 刘弘历当天携带的银行卡里有20多万 这20多万就是为了补交税款的 但是钱并没有交到兰州警方这 人就失踪了 侦察员还不得不犯起的一个疑问 是在遇害者失踪当天下午5点多 在一家银行取款机上取走了2000多块钱 这笔钱是不是受害人自己取的 他取的钱干什么 如果不是 那又是谁取的 是不是凶手 而且那家银行的取款机前面 没有录像资料留下 监控设备那时候坏了 专案组认为 有驾驶技术 有机会接触私人单位车辆的人 应该列为重中之重 偏远的抛尸之地 没有机动车是不行的 他们胆子再大 也不会打一辆出租车 去干抛尸的勾当 同时呢 加紧对现场勘察当中 提取到的尸块包裹物 两个纸箱和包产纸箱的胶带 这些物品的销售点 使用范围进行调查 达到乙物找人的目的 对死者身份的确认 是这个案件必须要破解的重大疑点 并且是为了这个案件的侦破 指明方向的基础 在局领导的支持下 627专案组 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警方在现场提取到的尸块 已经高度的腐败 明知确定受害人的身份 有一定的难度 但仍然抱着一线希望的兰州警方 把现场提取到的 和假设受害人家属身上采集到的剪裁 派专人送到了国内技术鉴定领域 具备先进技术条件的 西安市公安局请求鉴定 西安市公安局非常重视 林省兄弟警方送来的这份 条件非常不好的剪裁 派出专家细心的工作 但最终因为技术条件的限制 没能在检验报告上签下鉴定的结论 虽然是带着遗憾离开了西安的同行 但兰州627专案组的办案人员没有灰心 而是存着最后的一丝希望 带着重新采集到的剪裁 来到北京中国形式技术鉴定的权威单位 公安部 高度腐败的生物剪裁能否做出技术鉴定 对公安部来说也是在工作实践中 遇到的一个难题 在这之前呢 没有做过 不畏艰难的所有专家们 将这个作为一项科研项目进行了公关 在焦急的等待了几天之后 从北京公安部传来了好消息 腐败生物剪裁做技术鉴定的技术难题 被他们顺利的攻克 兰州627专案组送来的剪裁 就是失踪的美容院老板刘弘历 死者的身份确定了 顿时洗去了一些 浮在侦察员心头上的疑问 鼓舞了大家的士气 思路更加的明确 在大量的调查查证工作 扎实做完之后 刘弘历周边关系人有300多个 一一都被排除了 副局长胡逸 鼓励大家克服急躁的情绪 重新梳理前期工作的得失 总结经验 广开思路 对这类恶性的案件 这类险恶的犯罪团伙 要有打持久战 打恶仗的心理准备 也许就在这个时候 犯罪分子也在打探 窥视着我们的动静 正在谋划着下一场犯罪 专案组的警员 在没能迅速破获 这个案件的同时 还需要做好 可能再次出现 类似现场的准备 这不是危言送听 而是一个老侦察员的预感 拖的时间越长 这种可能性就越大 犹豫徘徊 官风望向之中啊 那两个老狼 担心害怕的惩罚之箭 在年内没有落下来 为了抢夺那梦想之中的财物 磨了近一年牙的老狼们 想着在2005年 做一回大的 2005年刚一开春 两只老狼又开始物色猎物了 4月初 在春意建农的兰州街头 那只瘦狼又开始 转动他饥饿的眼睛 在一家保险公司门口 喇春花恰好从大门里边出来 瘦狼哀了一声 把他给叫停了 喇春花这心里边有点疑惑 就问 你是 喇春花一边说话 一边极力的回忆 我是老马 工商局的老马 看着这个衣饰光线 保养挺好 一脸阳光的女人 这瘦狼猛然觉得机会来了 啊 是是老马 工商局的老马 你看我这记性 喇春花嘻嘻哈哈的嘲笑着自己 顺着老马的话茬啊 赶紧跟进 对对 工商局的老马 今天到这来是想买保险吗 你买保险你找我呀 我是行家呀 不瞒你说 我现在是主任级别的 金牌保险员 以为又遇着一个大客户的喇春花 赶紧合盘拖出自己在保险业务上的种种优势 以博取眼前这个男人的信任 成为他的下一个客户 成功的保险推销员 要把每一个自己遇见的人都看成是潜在的客户 喇春花就是这么一个十分敬业的保险推销员 在他看来 放过这个偶遇在保险公司大门口有工商局背景的寿廊 就是自己工作上的一丝失误 是不能饶恕的 擅长跟人打交道 特别擅长跟女人打交道的寿廊 和眼前这个眉飞色舞的女人一样 也在那儿 飞快地转动着自己的大脑 做到主任级别的保险员 这可是条大鱼啊 肥啊 他赶紧就跟他套近乎 心思呢 转到了这里的寿廊 那脸上的笑啊 是越来越亲切 嘴里的话越说越上道 各怀心思的俩人 很快热乎到跟老朋友重逢那么亲热了 告别的时候呢 寿廊还表现出对买保险非常浓厚的兴趣 这更加激起了辣春花 牢牢抓住寿廊的热情 赶紧把自个儿的一张名片塞到了寿廊手里 你买保险一定找我 百分之一百的包你满意 已经有十分把握 钓住这条大鱼的兽狼 回去之后啊 就跟胖狼在黑暗当中赶紧编织一张罪恶的网 准备绞杀这条已经游过来的大鱼 跟上回一样 在城关区上沟一处偏僻的租房里边 购置了冰柜绳索刀符等等作案工具 准备就绪之后 那就是把这条大鱼吃喝着赶进来挨刀子了 应该说兽狼啊 在看人的眼力上挺毒 这个喇春花在保险业内发展的真不错 是这家保险公司的金牌保险员 每个月的收入六七千 那当时在兰州算是高收入了 他那副独特的行头啊 也那一筹就是成功人士 包里边两个手机 这个想完那个想没完没了 一部精致的手提电脑 用不用呢 总是提在身边 像有大业务似的 要说起来呢 这互相不太熟悉的人 判断对方的分量 都是看身上多少名牌啊 使什么东西 什么品牌啊 开什么车 都是这点东西 苏不可耐 正是保险业 给这喇春花带来丰厚收入的同时 让他有一种成功的满足感 整个人呢 都痴迷到保险的买卖当中 你只要跟他谈保险 他就滔滔不绝 除此之外的话题 他一点兴趣都没有 不过到了2005年春天 这个精明的职业女人的兴趣 有了一点转向 一种新兴的电子商务正在兴起 在保险市场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的 喇春花 敏锐地看到了这个新兴市场 深厚的潜力和所蕴含的商机 他想着啊 慢慢地朝这个方向转移 为了化解这个转向带来的风险和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的系数 喇春花寻思着找上一个合作投资的伙伴 最理想的是找一个有钱又不懂业务的人 这样呢 他能够控制住他的合作伙伴 那个兽狼啊 就是在寻觅途中所遇到的一个理想的合作伙伴 在两个人几回的电话交谈当中 他了解到 兽狼这人呢 资金雄厚 也有一项投资 但是呢 处于懵懂之中 这是个不知道手中有钱往哪投的主啊 这几个要素 非常符合喇春花心中所想 自然就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 就向兽狼发起了温柔攻势 这兽狼呢 还假意的推脱一下 拿上糖了 直到完全相信这个女人是真的急于跟他合作 才同意在4月14号这天 在他们租住的城关区小沟头的房子里边见面 在心中所想的诱惑之下 4月14号的下午 兴冲冲赶来的喇春花 带着他全套的装备 手机啊 电脑啊 银行卡 还有一个装了不少保险宣传单的女士坤包 带着一脑子做大做强发财的美梦 一脚踏进了兽狼为他设下的死亡陷阱 来各位 咱们接着说兰州的这个系列抢劫杀人案 我是惊喜小炫风啊 时不常了得说一句 省着大家汪了我 喇春花进门之后不久 那不用说了 摁住绑上随身携带的现金金手势笔记本电脑等等 被搜罗一空之后啊 就找着了那张闪着金光的银行卡 被绑在沙发上的喇春花虽然一万个不愿意舍不得这个钱 但是为了保命啊 还是把密码告诉他们了 但是呢 他说了一下 这卡上啊 本来有两万多块钱 上午一个朋友急用 取出来了 现在也就剩一千多块了 这俩老贼一听这话呀 浑身都快抽了 就差半天 我早约他多好啊 这喇春花还说呀 这么着吧 你们呀 为钱吗 你们把我放了 我出去给你们凑去 你们要多少 我一定尽力就给你们凑 这兽郎抬手就在这喇春花脸上拍了拍 你当我们哥俩傻呀 我们什么岁数了 信你这话 出去一分钱也拿不着 你马上就得报警啊 然后和之前一样 把喇春花的尸体放到冰柜里边 冻映了之后 碎尸 把四只头颅趁着夜色 扔进了黄壳 然后把碎开的躯干尸块 还有衣服 装三个纸箱 用借来的一辆车 在黑夜之中开到了魏陵山 其实呢 这兽郎知道 你老在一个地方抛尸啊 这会给警方破案提供新的线索 但是他就像让鬼碾着一样 要上身了似的身不由己啊 又把车开到了那个熟悉的地方 把这个新的冤魂尸骨 抛在了旧的冤魂旁边 后来据被捕之后的兽郎说 把尸体扔在这个地方 他就是觉得安全 再说 这个无头尸案 在这个前不招村 后不招店的荒野之地 也找不到跟他们两个人 有任何牵连的物证 让那些小警察呀 也不会想到 你看 魔鬼有魔鬼的逻辑 柴狼有柴狼的胆量 但是猎人 他就有猎人的智慧 同年的5月6号 接到发现尸块的报告之后 兰州市公安局局长胡毅 带领刑警支队支队长胡敬翰 副支队长周健 627专案组的全体警员 七里和公安分局的刑警 卫领派出所的民警 飞车赶到华卫公路 沈家领断的抛尸现场 现场勘察 调查走访 随即展开 这个现场啊 距627抛尸案的现场 仅仅有一公里 这个现象引起了 现场领导办案侦察员 和技术人员的极大关注 他们把这种关注 带入到了各自的工作当中 警方在现场勘察当中 在一道很容易被疏忽的图坎下边 找到了一张 印有中国某保险公司 兰州七里和分公司 喇春花的名片 法医确定了 受害人的大概年龄 和死亡的时间 又确定了分尸工具 同样为锯和刀斧 兰州市公安局 立即又成立了 506专案组 侦察这个案件 专案组的主要成员 基本上就是 627专案的支队领导 重案一大队的侦察员 技术大队的法医 技术人员等等 627专案组的侦察员们 在去年那副担子上 又加上了504这副新的担子 不管愿不愿意 能不能承受 都得背上压上 侦察员们 根据现场提取到的那张名片 马上和保险公司 七里和分公司取得联系 查清了蜡春花的基本情况 1962年7月出生 43岁 公司的高级主管 金牌推销员 在2005年4月14号失踪 保险公司和他的家属 当时就向七里和公安分局 报了失踪案 627专案组的侦察员 马上接来蜡春花的亲属 还有同事 对现场所提取到的 衣物进行辨认 证实跟蜡春花失踪的时候 所穿的完全一致 现场死者遇害的时间 和蜡春花失踪的时间 也基本一致 所以大家初步推定 现场尸块的遇害尸主 为蜡春花 从银行方面的调查发现 受害人蜡春花的银行卡 在失踪的当天 被人从卡上取走了一千块钱 银行监控系统 虽然拍下了取款人的录像资料 无奈何 设备老化严重 这资料啊 很模糊 看不清楚 您瞧这俩老郎 虽然屁都不懂 但是命特别好 为了从科学上最终判定 现场尸块的真实身份 使刑侦支队派专人又到北京 把提取采集到的剪裁 送到公安部做鉴定 这次送过去的剪裁呢 比627送的剪裁条件要好多了 上回里都烂透了 检验报告很快就给出了确定 抛尸现场提取到的尸块 就是失踪的那个金牌保险员 喇春花的报告结果 627碎尸案的失源最终确认 为侦查工作的深入理顺了关系和思路 结合现场勘察 刑事技术鉴定 调查走访诸多方面情况分析 判定 发生在兰州2004年和2005年的 两起特大碎尸案件 很有可能是同一伙人所为 时隔一年之后 类似的碎尸案 再次出现在魏家岭的山沟 对兰州警方 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对兰州市民 更是一个会随时爆发的威胁 凶手啊 因为之前的成功已经试杀成性 绝对不会到这就罢手 一定还会有无辜者再遭毒手 行政工作就如同在沙里淘金 大部分的时间 大部分的精力都是在淘沙 捡到金子 只是最后的一刻 经过调查 拉春花的人生履历啊 他这个交往啊 甚至比627案的刘弘历还要复杂 这个人呢 1962年出生 1986年第一次婚姻 94年离异 1997年再婚 当过工人 做过生意 开过出租车 从2001年被聘为一家保险公司 兰州七里和分公司 从事保险销售业务 一直干到案发之前 正是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 多方面的工作经验 练就了他吃苦的精神 他才能在几年之内 以工作业绩 迅速攀升为公司的高级主管 和金牌推销员 把这个整日纠缠在人和事上的女人 她的关系 一层一层的理顺摸清 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繁重的任务 侦察员以时间为精 空间为尾 由里到外 由近到远 依次去侦察 寻找可疑的对象 被害人拉春花的银行卡 是专案组侦察员 集中火力攻击的一个重点 银行监控系统上留下的图像 虽然模糊 但总比没有 那要强得多得多了 在排除了 拉春花家属取款的可能之后 那个身材比较胖的取款人 应该就有重大的犯罪嫌疑 专案组请来的画像专家 紧力让这个模糊的画像清晰化 一大队大队长李斌 发挥了他美术专业的特长 以那个模糊的图像为参考 画出了模拟画像 同时把画像下发到各个基层单位 调查摸牌 警方这么一忙活呀 时间就到了七月底 在焦虑当中度过了一天一天的 专案组刑警们 终于等来了风吹草动的时刻 一个监控点上发现 受害人拉春花的那张银行卡 又被人使用了 蛇终于出动了 时间是下午两点左右 受害人的那张银行卡上的存款 被人从西关十字一家银行的取款机上 取走了一千块 为了这一刻到来的专案组刑警 不知道都熬了多少个不免之夜 早就卯足了劲了 没想到守了这么多天 还是没有抓到现场 大家觉着心里边那么窝囊啊 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 这家银行储蓄所监控系统 抓拍下的录像资料里边 持卡取钱的呢 竟然是一名中年妇女 而不是他们紧盯的那个 身材比较胖的犯罪嫌疑人 这跟银行方面反映滞后 也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银行网点呢 他们装配的监控系统很先进 拍下来的录像资料呢 很清晰 警方就请来受害人的亲属 同事们对这个录像资料里边 出现的中年女人进行辨认 但是没有人认识 这是受害人的银行卡 在遇害之后第二回第二个人使用 难道这俩人是一伙的 查清抓住这个取款人 这就是突破案件的关键 经过警方的研究 从取款的时间 当日气温的高低 取款中年女人的衣着发型 还有她所背的胯包等等方面判定 这个人呢 应该是个职业女性 经济状况不是太好 她家呢 有住在附近的可能性 到这取款很有可能 是上下班的时间路过的 如果这个推断准确 那在这和附近的交通站点和路线上 很有可能再次遇见这个人 如果推断不准确 那就得做第二手 第三手 甚至更多方面的准备了 专案组派出三路人马 一路在取款银行储蓄所附近的 西关十字 南关十字 双城门一带的交通站点 人行道 沿途的企事业单位 商场 这些地方吧 连续守候 搜寻那位一闪而过的客人 专案组的推断呢 非常的正确 一个礼拜之后 警员的辛勤努力 就获得了回报 这天中午左右 在南关十字守候的专案组侦察员 猛瞻发现 在那个流动的人群当中啊 有一名中年妇女 体貌特征 衣着打扮 特别是手里拎的那只 样式比较奇特的提包 那不就是她吗 侦察员们 赶紧尾随 秘密跟踪 直到她在南关十字 进入一个家属院里边的 一单元 大家才略略地放下心来 专案组领导得到报告之后 指示 选择最佳时机 秘密抓捕 切记打草惊蛇 不能让她躲在暗处的同伙发现 乱了全局的部署 当天下午 在她上班的路上 专案组成员对她实施了秘密抓捕 随后 在她随身带的包里边 发现了受害人 喇春花的银行卡 这就坐实了 钱就是她取的 这名妇女被公安机关抓捕之后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在她听到这张卡上有人命案的时候 吓得一脸苍白 这泪水刷刷刷就下来了 她说呀 这张卡不是她的 是她一个熟人贺兰定交给她的 她呢 最近需要用一笔钱 她就去找老贺 让她帮个忙 这老贺呢 还比较为难 之后就拿出了这张卡 让她自己去取钱 而且还嘱咐她 别告诉任何人 这张卡是老贺给她的 这个女人描述的老贺呀 跟在月底 用受害人喇春花工资卡 在银行取过款的 那个胖子 体貌特征十分的相似 警方呢 就拿出李斌大队长做的模拟画像给她看 问像不像 她一看就呆了 说像啊 太像了 简直就跟罩着她画下来似的 在摸清了老贺 现在的详细情况之后 专案组派出两名侦察员 找到胖狼原来工作的单位 请来原来的单位领导 秘密的辨认 单位领导一看就说 这就是我们单位的老贺呀 贺兰定 做不了 但好长时间没上班了 人挺老实的 他出啥事了 侦察员叮嘱他一定严格保密之后 只告诉他 啊 他出了点事 然后就悄然的走了 专案组查清那个取款的中年女人 所言属实 在确定跟兰州警方专案组正在侦破的案件 确实无关之后 他呢 就成了取保候审 局领导胡逸 发出了抓捕重大犯罪嫌疑人贺兰定的指令 这精兵强将们马上就开始投入工作 贺兰定的行踪很快被确定了 他正走在去看望他老母亲的路上 这人呢 还是个孝子 虽然穷困潦倒 但每个周末都要去探望一回他那年过八旬的老母亲 专案组成员在他返回的路上设服把他成功的抓捕 当手铐砸在他双手上的时候 他挣扎着还回头望了望母亲居住的那栋老式的楼房 眼睛里也落下泪来了 他知道 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看望他那已是摔朽之年的老母亲了 兰州警方专案组派出了最严厉的讯问阵容 对付这个两起特大恶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胖狼没经过这种阵势 三下两下就把同伙兽狼马金成给供出来了 专案组立即出动 迅速的抓捕了兽狼 在知道结束已到之后啊 兽狼胖狼痛快地交代了所做的一切罪恶 除兰州警方刑侦支队专案组所掌握的两起特大杀人碎尸案之外 还交代了那起冷雾寒风当中抢劫杀害出租车司机的杀人案件 审讯完两个凶险的犯罪嫌疑人之后啊 刑警们难免有些茫然 老年人犯罪也会这么残忍 也会这么疯狂 更何况还是有过如此出身 如此人生辉煌经历的两个老人 他们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呢 下一集咱们给您挨个儿介绍介绍 在前文书里边啊 咱们说了 这个案件呢 已经告破 两个凶手已经被抓获 但是让警方觉得有点茫然的是啊 这两个老人 他们的人生经历啊 还不一般 那这集里边 咱们先给您介绍介绍 马金城 这马金城啊 1952年生人 刚参加工作的马金城啊 您猜是干嘛的 警察 在白银市公安局 当时呢 下属矿区刑警队 他在那儿一干就是八年 他果敢的性格 周密的判断 在案件多发的矿区 很快就显露出来了 他被领导视为青年才俊呢 给他交代工作 给他压担子 日积月累 让他在侦办案件上 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 练就了一套对付罪犯的手法 但是没想到 当年在打击犯罪分子工作当中 磨练出来的高招 到了若干年之后 竟成了他残害无辜 逃避警方打击的手段 这人性的蜕变啊 谁能说得清楚呢 有时候就是这样 黑白颠倒 猫变成了耗子 人 他就变成了鬼 这种角色的大转换 让这个干过多年刑警的马金成 他自己心里边 也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 马金成在工作当中 出露头角的时候 这爱情啊 也悄然地向他靠近 有好多的姑娘啊 都向他嗖嗖地 射来爱情之箭 但是他都没答应 他在等 等待一个能改变他的处境 甚至是命运的女性的到来 要协助他 创造一个辉煌的人生 他的目光啊 早就不在矿区了 也不在白银区 投向了省城 他的理想 他的爱情 他的妻子 他的家庭 都应该在那个繁华的都市里 而不是在这个穷乡僻壤当中 没有多久 一个长相身高 都符合他心意的女子 步入了他的视线 让他心里边觉得 喜欢的不仅仅是外貌 更是那个女人高干家庭的背景 在那个重视血统 甚于一切的年代 他深深地知道 这里边包含的价值 凭借自身优秀的条件 这马金城使出了浑身的血树 最终呢 让那个高干家庭出身 又漂亮的姑娘 成了他的媳妇 正如他所看好的那样 妻子的家庭背景 在发挥着强大的作用 他的事业一步一步地 走向了人生的灿烂之路 1982年 以专业特殊人才 马金城从白银的山沟沟 调到了组建时间不长的 兰州市工商系统经济检查站 实现了他走出闭塞的小村落 踏向繁华都市大道的梦想 在特殊年代的工商局成立一时 担负着打击走私贩私 投机倒爬 买空卖空等经济犯罪活动的职能 马金城就是以打击破案特殊人才 专门从公安系统调到工商局 从事这项工作的 在这个岗位上 马金城的能力 他的才干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他攻陷了一桩一桩走私犯私大案 顶住了走私犯罪分子的拉拢诱惑 取得了骄人的集私战绩 因为这个也有了马金城人生价值 辉煌的顶点 他被授予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登上了北京人民大会堂 一时啊 成了报纸电视里的名人 毫不风光 你看 家有美妻 娇女 家庭和睦美满 事业有成 声名远扬 这整个就是一个春风得意呀 可但是 中国有句老话 数大招风啊 生来就喜欢张扬的马金城 在这一片的盛誉之下 并没有收敛自己的性格 反而变得更加的张扬了 要倒霉 不拘小杰 口无遮拦的马金城 给那些心怀不满 暗生妒忌的人呢 留下了可以攻击他的口实和机会 那是一起 马金城十分熟悉的 走私汽车的案件 在那个年代 走私汽车暴力呀 吸引着人们跟疯了一样 就痴迷在这个行业里边 爱抓不抓 我挣钱 并且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 引起的社会问题 让党和政府掀起了一场 反汽车走私的风暴 公安工商是这场战斗的主力军 马金城是兰州 也是甘肃战场上表现出来的佼佼者 因为这个呢 荣获了中国劳动者最高荣誉 武艺奖章 这咱前面都说过了 那一年呢 刚刚进入秋天 马金城接到县人的报告 说有一伙甘肃兰州级的人呢 从沿海走私了一批车 现在这车已经运到了临省的一个线上 他们勾结了当地的走私饭 准备就在当地出手 十台车 轻易闪的原装进口啊 这案值得有个两三百万 最新于案件查破的马金城 接到这条线报之后啊 全身的细胞都跟着兴奋起来了 深知外地办案艰难的马金城 还是遏制不住自己强烈的欲望 向领导汇报之后 带着两名助手 连夜赶往临省 在当地同行的配合之下 他们对案情很快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这是两个都很有背景的走私团伙 其中呢 甘肃兰州这伙人的头啊 跟他还挺熟 当时马金城就知道 这个案子他办不了 就是其他人办 怕呀 也会不了了之 查办那些背景深厚 关系复杂的经济走私案件 会遇到什么样的艰难 这里边的滋味 只有办过这些案件的人最明白 您瞧瞧 甭管是现实还是文学作品 都是这样 你要是个山精野怪修炼个几千年出来作乱呢 孙猴过来一棒子打死你 可你要是天庭来的呢 下界作乱的呢 孙猴这棒子刚举起来 天上准有人喊 大圣 手下留情 然后把这下界作乱的 这甭管神兽还是什么东西 变回原形 骑着就给带回天庭了 谁敢打死他 这伙人就是这样 上边他有人呢 虽然是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马金城又不甘心呢 这么大一条鱼啊 就这么逍遥自在的 摇着尾巴从眼前游过 为了解盘旋在自己心头上这个结 马金城回到兰州之后 将这个案件 转手交给了另一个侦察组去办 办案的结果呀 还真如马金城预料的那样 罚款了事了 可是马金城没想到的是 这个案件的当事人 仗着自己身后的背景 这一笔账算下来 连罚带送的 白干了 没剩下钱 他心里不舒服 把办案的人员全都给告了 要命不 更要命的是 本来已经置身在案件之外的马金城 见到那一伙办案子的人吃肉的时候啊 忍不住他想过去喝口汤 可没想到 就是沾了这一口汤啊 让他真正的伤了元气 拔出萝卜带出泥 他这个只是把来回拆旅费报销回来的负责人 本着从轻处理的原则被交给单位自行发落 最后的结果呢 又是想不到 那些被交到检察院的人呢 一个跟一个都回到了原来的单位 原来干嘛 现在揭茬干嘛 什么事都没有 证据不足 撤诉了 就剩下他这个内部处理的大名人了 被高高的搁置起来 也有一个明曰 出于组织关心爱护 暂时把他那一摊子工作 交给别人去干 远离是非之地 少沾别人泼来的污水 这么一个理由 最后的结果呢 是马金城在明曰保护的幌子之下 被调离了他最能发挥才干的经济检察站 基本上啊 这人就被闲置起来了 从来就是一帆风顺的马金城 这下尝到了什么叫做折磨 为了摆脱这种忍受不了的折磨 他调动各种关系上上下下的活动 真有一个像是为他准备的机遇 突然的倒来了 咱们前边说了 有一个机会等着马金城 那是在各单位大办公司的狂潮当中 马金城被指定为单位一家公司的负责人 他倾其全力啊 把这公司办的是有声有色 为公家挣了不少的钱 可是时间一长啊 他原来那种傲慢无礼的老毛病 也全都抖露出来了 而且呢 就像是发泄心中的不满 发泄这些郁闷一样变本加厉了 种下了很多的仇恨 那你收获的只能是俩字倒霉 仇恨多了 怨言多了 马金城不满意的人越多 不满意他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都说别人呢 他是自己的镜子 对吧 你怎么对别人 怎么对生活 生活和别人 他就怎么对待你 这是一种成正比的关系 一封一封的匿名信 接连的奔到了各级组织 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 信里边说 他贪大喜功 苛扣下属 花钱是大手大脚 还有人告他贪污受贿 乱搞男女关系 反正呢 就是整倒一个干部 好用的罪名 全都给他扣上了 那上班一听有这事 那就下来查吧 这马金城啊 心虚大坏 多少年来 没受过这样的待遇啊 他仗着自己 没有多吃多蘸 也没干过什么像样的坏事 有点底气 这个胆气壮的跟疯牛似的 整天瞪着俩红眼睛 跟领导拍桌子 那你好得了吗 对吧 查来查去 大毛病没有 但是啊 鸡毛蒜皮的小事 还是有的 心态早就失衡了的马金城 怒不可恶 你们这都什么人呢 瞎了 把功臣当罪人整治 居心何在呀 老子不干了 不干了 行不行啊 啊 他这个做法 正中一些人的下怀 刚不干 马上就有人蹦出来 把他这坑给顶上了 马金城一下又成了闲人了 但这回呀 是满腹的牢骚 要是再喝几杯酒啊 那更了不得了 逮谁骂谁 都穿一副牌 是逮谁跟谁来 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 恐怖的人物 这样的时间一长啊 在单位待着 他自己都觉得没意思了 突然有一天呢 他萌发了个念头 要出去干一番自己的事业 然后他申请提前退休 那些早让他折磨的 头晕眼花的同事啊 领导啊 哎呦 这暗地里都拍手啊 这心里都乐开花了 巴不得早点送走这个温神 非常爽快的 给他办了内退 马金城想着 自己能把单位的一个公司 折腾的那么红火 凭着经商的经验 凭着关系网络 自己下海一扑腾 那不跟玩似的 钱不花花的 可是呢 这个从那光辉的顶点 一步步下滑至死的马金城 脱离了他那个 可以依托的工商局 这个大靠山 加快了他下滑的速度 马金城离开工商局 这块招牌 他才知道 平日里边 对他点头哈腰 李玉有加的人 是看中他背后那块牌子 不是他这个人 现在他离开了这块牌子 一文不值 过去那些围在他身边 搁个长搁个短 赶都赶不走的朋友 早就不知道去向了 最后呢 有几个所谓的铁哥们 找着他吆喝了一声 说 走啊 西安那边有一饭馆要转上 咱把他盘下来 转挣钱 开始呢 他还担心人生地不熟的 而且钱贵不贵啊 那哥们们说呀 哎 我一帮哥们都在那呢 那铁杆客源 啊 我在那还开一金矿呢 我的客饭就都安排在你那 这朋友这么一说 在兰州四处不顺的马金城 便走马西安 上异地淘金了 盘下了那家 即将要倒闭的饭馆 事后他才知道 一来就上了个大当 盘店出的价钱 远远地高出当地实际的行情 更要命的是 那个朋友承诺的 信誓旦旦的铁杆客源 定死的客饭 那都成了净花水月了 一开张 这饭馆是惨淡经营 他就没有不赔钱的道理 几个月下来 连房租带水店 账面上已经有了 五六万的钱款 到这份上了 马金城知道自己啊 陷入了困境了 不是不想走 他走不了 房东派出专人 就在这盯着他 跑不了 但是咱们说回来 马金城啊 毕竟当过那么多年的刑警 干过刑侦工作 一般人你看不住的 他看到饭馆盘出的价格 已经资不抵债了 经营又无望 只能是静身走人 他使了几个障眼法 就甩掉了看着他的人 出了西安城 在临线上了西行的火车 逃亡一样回到了兰州 西安的淘金 银子没掏上一钱 倒是把自己多年的积蓄 给掏出了一个大窟窿 西安的失败 并没有把马金城打趴下 他是一个不服输的角色 回到兰州之后 把自己的家底盘算清楚之后 就和自己的亲姐姐 他们一家人呢 合办了一个煤炭加工厂 应该说这项目选得不错 挺有市场的 但是没想到 天工不作美 运行一年之后 煤厂刚起效益 市政府一个蓝天工程 开始实施 取缔限制小煤炉 集中统一供暖 许多跟煤有关的工厂 被勒令关闭 马金城合办的那家煤厂 在关亭并转之力 胳膊拧拧不过大腿 在机关单位里边 如鱼得水 游刃有鱼的马金城 这时候才品尝清楚 伤害这水的苦涩 处处碰壁 处处受损 多年的积蓄 让无情的市场 还有政策 给冲得一文不胜 欠了一屁股的债 为了这笔债务纠纷 他和自己的亲姐姐一家 一场官司 达到法院 就是这样 在金钱面前 亲情薄如纸啊 法院判定下来 马金城败诉 马金城所欠的债务 从他每个月的工资上 直接划布 他的工资啊 每个月是一千三 直接划走一千二去还债 剩下这点零头 根本就不够 他一个月的花销啊 七八万的债啊 压得他就好像 背着个磨盘喘不过气来 经济上的穷困潦倒 经济上的孤独紧张 表现在情感上 那就是烦躁 而且暴虐 不得不依赖酒精的支撑 在麻醉的星火中 寻找一点安慰 在经济困难 感情麻木 日复一日的折磨之下 昏沉沉的出门 醉熏熏的回家 陷于消极愤怒泥潭的马金城 已经不能自拔了 昔日里让人羡慕的 这男才女貌 早就变成了男狠女怨 早就没有了肌肤至亲 俩人呢 形同路人 走到了财源枯竭 感情崩溃的这一步 家庭也就到了 分崩离析的时候了 一向自信的马金城 在内忧外患的打击压迫之下 垮了 彻底垮了 变得是疑神疑鬼 焦虑暴躁 每天呢 就是出门喝酒 折磨自己的身体和神经 回到家呢 指天骂地 摧残自己的老婆 忍无可忍的妻子 只能含着眼泪 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申请 虽然两次的经营失败 已经打垮了马金城 但是呢 他还有一点男子汉的豪气 离婚那就离 积攒了二十多年的家产 一句话全扔下 净身出户 他呢 就靠租一个小房子 攒且度日 那个平日里 就跟他私混在一块的贺兰定 更是形影不离 这时候啊 真正的跟他成了一对 难兄难弟 上一集给您介绍了 寿狼马金城 今天这集呢 给您介绍一下 那个胖子 胖狼贺兰定 贺兰定啊 人家是个名门之后 当年贺兰定的老爷子 是解放大西北的老干部 是个有功之臣 后来一步一步的升迁 成了兰州市委 一任组织部的主要领导 有职有权啊 当时往来家里的 那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 他自然受到了一个又一个客人 或真或假的称赞 他呢 就是从小在这么一个优越的环境当中长大的 贺兰定老爷子的家风啊 跟那个艰苦的年代十分同步 严谨 朴实 没有用自己手中的权利 为自己的孩子谋上一点的福利 而是推上社会 让他们跟社会上普通的青年一样 有多大的能耐 你就做多大的事 赫兰定说想来想去 如果到现在说沾了老爷子官了 那最大的还是兴了个贺字 老爷子在职的时候 连老爷子的砖车他都没碰过 人家说 共产党的好干部哪找去 你上我们家来看看 你就知道了 那个年代啊 就是那么个做派 那么个风气 跟现在那是大不一样 这话是原文里的啊 各位 虽然有一个高干老爹的贺兰定啊 却跟普通的市民孩子一样 高中毕业招工进了工厂 在那个厂里一干就是很多年 直到工厂倒闭 发不出工资了 青年壮年 直到老年 一辈子的大好时光 都献给了工厂 从小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当中 长大的贺兰定 其实呢 是个挺大气的人 个人的经济状况 一度也是十分的阔绰 依靠在铁路上的熟人 抓住了市场经济 刚刚开饭搞活的那个淘金的良机 贺兰定什么都倒腾 服装 香烟 海鲜 花草 这每年呢 都挣不少 致富不忘朋友的贺兰定 请吃请喝不说 每年冬天 严寒的时候啊 还请他们到海南 北海 这些暖和的地方 旅游度假 多仗义 在有钱的时候 他不把钱当回事 就像吃饱了时候 手边放一馒头 你不当回事一样 当时贺兰定过手的生意啊 十几万 几十万的现金 那是常有的事 他从来没动过心思 要据为己有 在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之后 贺兰定就开始把手中的钱 投向电子市场 运作的呢 也还正常 2002年底到03年初 那场震撼全球 殃及全国的飞点 为世人带来灾难的时候 在一些嗅觉特别敏锐的商人眼里啊 是一个难得的商机 如果能够开发出一种治疗 不说治疗 哪怕能够遏制住 预防飞点病毒的灵丹妙药 在人人谈飞点色变的关口 成功的推入到市场 那财源呢 就会如江河之水滚滚而来 但是啊 这个买卖他没看准 投进去四百多万 颗粒无收 全都打了水瓶 一场黑风过后 如同一场滔滔的洪水冲刷了一般 寸草不留 眼看着自己多年积蓄的财富 伴随着飞点黑风鬼影 荡然无存 欲哭无泪的贺兰定兄弟 只能是打落门牙 往肚里焰 荷兰定说 自己是兰州 甚至甘肃非典毒魔最大的受害者 最终被他害得 妻离子散陷入了绝境 洗光了所有资产的荷兰定 为了活命 拖着突然之间衰老败落的躯体 强打着精神 找到那个自己效力多年 也似乎自身命运一般的 已经走到了尽头的场子 讨一口安顿晚年的活命口粮 在那间几十年都没有变样的厂长办公室 坐了一上午 喝了两壶水 抽了两包烟 他呀 也没能跟人家说出 自己是来要救济的 他说不出口啊 自己本来是这帮老兄弟眼里 最阔气最气配最有出息的一个 怎么能在这帮穷兄弟面前哭穷呢 走出那扇苍老摔朽的大门 抑制不住内心悲伤的赫兰定 眼泪横流 就此别过之后 这座自己渡过了大半辈子的工厂 跟他再也没什么瓜葛了 五十多岁的赫兰定 觉得这时候的自己 如同一个落水待壁之人 顺水漂流 早就身不由己了 赫兰定这人呢 还心思面软 这之前有钱呢 很长时间都是有求必应 他养成了一种帮别人的习惯 偶尔呢 要是有一个事 他没帮上朋友的忙 他自个儿心里还很愧疚 像是欠别人的一样 一些朋友啊 就抓住赫兰定 好面子 讲交情的这个弱点 来个软处好取土 抓住一个机会 就把他往死路整 他有一个从小玩到大的朋友 好赌 手还臭 把钱都输光了 就来打他主意 知道呢 只有在他这儿 还多多少少能有点收获 那其他人子早就烂透了 臭透 没人搭理他 已经让这个家伙 骚扰过很多回的赫兰定 本来是坚决不打算再借钱了 因为他确实他也没钱了 没想到 知道他没钱的这位朋友 这次呢 来了个更黑的 人家说什么呀 哎老贺把你房产证借我试试 赢了咱哥俩对半分呢 输了 这么着 我用我的性命担保 就死 我也给你抢回来 这个如同索命一般的请求啊 把贺兰定惊的是目瞪狗呆 这不挖我们家祖坟断我们家命根一样吗 啊 你把我往死路上推呀 他说那不行 哥们 万一你输了 我连个住的地儿都没了 我的什么岁数了 那个深知赫兰定皮性的赌徒啊 知道用什么样的伎俩拿下他 就打唱斗叫 十八般武艺 全都用上了 再加上一把鼻涕眼泪 发誓赌咒指天指地 下跪 剁手指头 在这表演 被折腾得稀了糊涂 云山雾罩的贺兰定 长叹一声 真就拿出了他们家的房颤证 他悲凉的说 兄弟 这可是当哥的 最后一点身家性命 拿过去 一定要拿回来 拿不回来啊 真把你哥这性命 就给输了 红了眼的赌徒 你别说把你哥卖了 亲娘老子 他都敢压到牌桌上 这件事的结果呢 就不用说了 肉包子打狗 是有去无回 别说是房产证 连那个朋友 他都没再见过一面 没了房子 在城里就跟没了天地一样 上了大当的老贺 整日里边提心吊胆 生怕债主 法院找上门来 把他们赶出去 长须短叹的贺兰定啊 没小心露出了实情 把老伴气得只要上吊 最后 恨得确实无奈之际 一脚 把老贺 扫地出门了 本来已经让贺兰定 各路朋友 折腾得穷困不堪的家 已经没什么 可以分割的财产积蓄了 深深觉得愧对妻儿的贺兰定 确实呢 也不愿意 也懒得 为那点已经不是家产的家产 去打官司了 就用一个塑料袋啊 拎了几件换洗的衣服 净身出了门 打这以后呢 贺兰定和马金城这老哥俩 就成了难兄难弟 天天的在一块喝酒 伴随着一瓶又一瓶的劣质白酒 他们萌生了抢劫杀人的想法 他们一遍一遍的谋划着 步骤方法 所使用的语言 着装 进退的路线等等 作案现场呢 两个人都去看了很多回 马金城凭借着多年的 刑侦办案经验 成功地修订了他们 蝶血 弑肉的 行动准性 在现场证据的支持下 证实那两个疯狂犯罪的老人 所供述的犯罪活动 属实 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结成如此残忍 凶恶的犯罪团伙 犯下如此灭绝 人性的系列 杀人碎尸大案 在兰州 甚至甘肃的刑侦史上 都是首例 在全国也不多见 在庭审当中 胖狼赫兰定 对自己所犯下的血腥罪恶 公认不讳 当庭悔罪 留下了忏悔的泪水 并对受害人 受害人的家属泄罪 对他们所附带的经济诉求 自己无力赔偿 他表示万分的歉意 而那个主导系列凶杀案的 首恶兽狼 在庭审当中 表现得油滑雕酸 就是不认罪服法 推三推四 拉无辜的人当垫背 表现出了一副 城市街痞无赖的流氓嘴脸 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这对魔鬼搭档二审判决 公开宣判 以抢劫罪判处马金城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以同样的罪名 判处赫兰定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两个人分别赔偿受害人家属 经济损失 一万多块钱 饥寒起道心 这是古代的一种说法 也是对人性的一种总结 难道发展演变到眼下的社会 就成了饥寒起杀心了吗 再说这个年代 他恶不死人 对不对 一切都不能成为杀人抢劫的借口 你还是系列案件 天理不容 最后也受到了审判 这就行了 文章里边呢 光说老人 没提他们多大岁数 我看了看照片 大概有个六十多岁吧 应该是这样 挺可怕的 兰州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